Hello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裡 大眼在這裡 據早前美國就說揚言要派到現在唯一一艘可以在西太平洋行動的航空母艦列根號 說要穿越台海 現在來說就有人說到列根號已經南下了 接下來幾天美軍就有行動 而那邊廂中國就一於小理 實行繼續以實質的行動演練到在實戰真正打響的時候 究竟我們中國要怎樣打擊美國的航空母艦 當中的部署我們稍後再回來說說 現在為了一個報導 在台省那邊抓了一個蛇無頭不行的34歲女子 原來她有份騙了大量的台省人去柬埔寨那裡 看不出她外表五官端正大打親善形象 原來蛇揭心腸 在她社交平台經常寫心靈勵志親善的背後 原來她每個月都斷批斷批把台省人騙過去柬埔寨那裡 到底她怎樣經營這個歐檔當中的細節呢 轉頭慢慢為大家報導 而除此之外也陸續有台灣省的商人 甚至政界的人都商界走出來來證明 原來這件事是內有乾坤 去了柬埔寨或者緬甸那些騙人 莊園區的人 直到原來有九成的人都知道自己去從事騙人的行業 所以過去了 而很多人都事後扮受害者來博同情掩飾自己的罪行 而除此之外 甚至是涉及柬埔寨緬甸那裡那些犯法團體和犯法團體當中的互鬥 而輸了那一家當然是被人窮追猛打順便禁錢 然後那些人又扮受害者了 事情錯綜複雜 而這些新聞就可以解釋香港這邊有些不幸的人被騙了過去 當中有些人原來還求救過前黃區議員 有現任正常的議員不求再要求前黃區議員 樸縮迷離錯綜複雜的事情 漸漸大家看到裡面的乾坤 稍後慢慢為了報道 再之後就有艾力跟大家說說 最近統計處公佈了香港人口 有2022年的中期報告 裡面就顯示到香港的人口一共就比去年減少了12萬人 而很多傳媒就將人口減少的原因歸咎於香港推出了國安法 以及我們的防病措施比西方更加嚴謹而所引致起來的 那究竟事實又是不是這樣呢 等一會回來就讓我跟大家拆解一下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接下來要說一下現在根據環球網所發布的報導所指導 美國的列根號航母打擊群就再次藍下 雖然我們就不知道列根號真真正正的位置去哪兒 但是大家還有記憶的話 過幾星期前美國曾經說到 等到解放軍演習完了的時候 他們一定要派到這個列根號去台海穿越 根據我們新潮民最新的update的資料所顯示 列根號暫時忍了營 沒有透露自己真實的位置去哪兒 保密功夫也做得相當足夠 我們最新的update已經要數到 在5日前8月14日 也就是和這個環球網所公佈到 列根號正在停靠在沖繩附近的海域 位置是不謀而合的 這個已經是最新的更新 所以有人就說到 究竟美國會不會真真正正去哪兒做這個動作呢 因為之前美國勢言辣辣說到他一定會這樣做 不過這樣我們這一刻就懶理美國這些有姿勢沒有實際的動作 我們解放軍暫時來說只會做一些實際的事情 而與此同時美國又在早前宣佈到一個代號為 超級賈魯達之頓的聯合軍演 這次軍演有人說到雖然已經一個月之前已經預先安排 就是由日本、澳洲、印尼以及加上自己美國所進行的一次 比較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由於這個旗撞得相當接近 雖然就說是一個月前已經有這樣的安排 但剛巧這麼巧誰叫這一刻抬虛局勢那麼緊張 所以這個軍演即使是預先安排也好 它的敏感性也相當十足 現在印尼那邊就重新說到 來澄清他自己是不關事的 這個和日本、澳洲以及美國所搞到的軍演 就預先安排好了 我們姑且相信印尼是不關事 因為從他的態度來說 他都不是想搞事 但其餘那三隻東西很難說 日本、澳洲、美國他們都是自力於 令到亞太局勢緊張的國家 尤其在台局勢緊張之際 作為美國的馬前駐日本還有很多話說 不過這樣 多話說是沒用的 我們看看實質行動 最近東部戰區的海軍航空兵看來相當忙 就在昨天才發佈了一條片 片裡顯示到身為海軍的航空兵部隊 就出動過百架次的飛機 來進行背靠背的實質空戰訓練 而且據聞海軍那邊也有出動 還有六艘艦人參與這次的訓練行動 既然隸屬於海軍的航空兵都出動的時間 東部戰區自己正正中中的空軍當然也是非常忙 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停過 現在來說東部戰區已經成為了台海局勢 以及拒絕到日本美國等等這些外部勢力的主要拳頭部隊 而同一時間由於有傳到列根號會由南下好像U字形 來到沖繩穿過巴士海峽再入南海然後再北上去到台省 然後再北上去到台灣海峽 這樣的時間我們中國的南部戰區當然非常不空 最近南部戰區也實施了3天的實彈射擊演習 至於會不會再有進一步行動呢 要繼續看下去 尤其是若然美軍的航空母艦列根號真的夠膽 由南邊上到台灣海峽的時候 撞正正正就是解放軍在南海的實彈射擊演習 究竟他有沒有這個膽量闖入一切還是很難說的 雖然我相信可能性比較低 因為畢竟現在美軍都被人試到的底勢出來了 原來一有什麼事 航空母艦戰鬥群是會走那麼遠的 所以如果美軍要動用到列根號做到這個動作 我們可以幫他計算一下 第一關他要過的就是南海的那一關 好了 當他過了南海的這一關 雖然沒什麼可能 還有第二關等著他過 這一關就是同樣相當精彩 就是萬一當列根號穿到台灣海峽的時間 大家若然還有記憶的話 當時我們解放軍東部戰區的陸軍部隊 曾經射到一些遠程的火箭炮來作出演份 大家還記不記得當時是演份的第一天 那些火箭炮所降落的地點就是在這個所謂的台海中線那裡 這次如果列根號要做到姿態上的抗議 他一定是洗經這個所謂的台海中線 到時候陸軍部隊的火箭炮會不會又作出演份動作呢 如果會的話就正正是列根號所行的路線 這就是列根號第二大讓他退縮的挑戰 剛才我們說到的第一個挑戰或者第二個挑戰 都是一些我們數出來比較形象化的 如果說數不到的那些 就例如當列根號一進入到南海的時間 直至離開台灣海峽這麼長的路程中 很有可能他會不斷被我們解放軍的空軍 以及海軍部隊連續跟蹤干擾 以及派出艦隻和空軍部隊利用到物理性 例如是夾著他的航道碰撞甚至强大的電子干擾等等的動作 來不斷沿路地整股他 所以我們過了這麼多天 都真的暫時沒看到有什麼風吹草動 就像美國這樣說到他們一定要做些事情 隔了這麼多天都還沒看到影 以往來說美國派船隻做到這些動作 不要說到他們要順言達達地去做 好像不用預先通知 說做就做 但是到了今時今日我們看到的情況很明顯是已經變了 再說到早前美國媒體就說到 在距離台灣省東部海域大概500公里的對開 當時我們新潮民也有報導 就是說到中國有一艘最新型的非核動力潛艇就部署了那個位置 雖然到這一刻我們暫時都不知道 這艘潛艇真真正正的戰鬥力去到哪裡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 它能夠搭載著長程的潛射反艦導彈 大概的射程就是600多公里 至於還有沒有其他更厲害的工具 我們就不在這裡亂猜測了 但是這個動作很明顯就是為了應對著某些海域的封鎖 我們姑且就可以想到 現在來說很多解放軍潛艇 即使核動力也好非核動力也好 就可能已經出動了 當然就不是今時今日才來出動 是早在宣布到圍台演習的時候已經出動了 直至到今天他們依然在水底下等著美國的航空母艦來 當然還有一個作用就是要來追蹤 以及阻止到那些在水底下我們見不到的美軍核動力潛艇 種種的這些因素加起來 就看到我們中國的軍隊已經在海陸空 以及離開了地球的空天區域 這四個領域上面就已經連成了一個可靠的安全網 來應對美軍不同的方向以及不同方面的侵擾 雖然我們中國已經多次強調到我們是不想搞事的 但是現在大家都看得到 帶頭搞事的就是美國以及他們所謂的盟友和台灣省的那些毒人 事實上來說去到這一刻很明顯美國的軍力是不夠玩的 尤其是在近著我們中國沿岸2000公里範圍之內 你說到美國知不知道這件事呢 我相信軍方的人是知道 不過在他們美國政治層面上面尤其是那些不是很懂得軍事的政治人物 例如佩洛西這些他很有可能是真心不知道的 就算軍方告訴他美軍在中國沿岸2000公里範圍內是不夠打的時間 很有可能這些美國政客都是不了解到當中的嚴重性去到哪裡 還會反過來想到軍方究竟說這番話有什麼目的 是不是想拗經費呢 不是開玩笑的 他們這些白人美國政客真的發自內心地 又無知又自大 造成今天這樣的局面都是因為美國充斥著這些政客 大家千萬不要想到美國的政客真的這麼聰明 雖然說他們蠢是說不上的 但大家試想一下 以中國今時今日的發展 這樣的速度以及這樣的規模 又有什麼可能 就好像他們美國人心目中想到 是可以令到中國在地球上消失的 既然他有這樣的想法已經證明了這班人聰明極有個譜 也可以說到是狂妄和自大已經掩蓋了一切 雖然美國的前國務卿 這個無人不識的基辛格 九十幾歲的智慧老人 他已經多次說到美國現在最應該做的事 就是壓低中美緊張的局勢 然後要從他們美國的歷史中吸取教訓 究竟美國玩不玩得起這個遊戲 但聽的人又有多少 能夠聽到基辛格說到 要令這個世界真真正正再上一級 就應該要中美聯手 互相通力合作 拋下成見 來為全世界的人謀福祉 不過即使我們中國有心 但美國那些當權者看來都很反對 基辛格的這個建議 不過不要管了 我們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美國既然要咄咄逼人 我們就唯有選擇應戰 加強自己的實力 另外想說多一件事 都十分之好笑 好笑在是有人相信才好笑 這件事關於什麼呢 就是在早前佩洛西的那架飛機 降落在台灣省的時間 時隔到今天都十幾天了 不過最近就有很多外國媒體 還是那些要加個豁湖的權威外國媒體 就竟然描述到當日圍繞著佩洛西專機發生的一些新聞 裡面就說到當時解放軍有派出戰鬥機來到去 進行攔截佩洛西專機的動作 而那些外國媒體說到解放軍的攔截手段就是利用到電子干擾的方式 來干擾佩洛西專機令他知難而退 不過這個標題就是說到美國利用到他神乎其妓的黑科技 就令解放軍的這些干擾系統立即全部失靈 就無法干擾佩洛西的飛機 還有些誇張的外國媒體說到 怎麼只這麼簡單 簡直美國的這個黑科技一使出的時間 連遠在外太空的衛星也就是中國的北斗系統 在同一時間也都全部失靈 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星鏈系統發揮作用 來這樣說 聽完一堆東西之後 很明顯這些假的外國新聞 就是欺負那些不懂軍事的人 事實上來說 這個也是他們常用的手法 那些假的軍事新聞 就是欺負那些不懂軍事的人 就說到似是而非 但是其實 稍微有些軍事常識的朋友一聽就知道這些是假的 例如他們說到 什麼美軍黑科技一使用的時間 那些美國的星鏈衛星就會令到 中國的北斗系統瞬間失靈 又說到令到北斗系統的顯示器充滿了雪花 但其實星鏈系統只是一些非常廉價的衛星 我們新潮民都說過 連工帶料加上發射 前前後後都不用100萬美元 對於一火衛星來說是相當便宜的 這些這麼廉價的星鏈系統 它裡面最主要的任務只是要提供一些廉價的網絡 廉價的上網服務 之前烏仔的事情大家都看到 馬斯克就說要動用星鏈 來讓烏克蘭人可以上網 其實這些星鏈系統衛星 它上面裝的裝置是非常廉價非常簡配的 就絕對沒有那些他們所謂的黑科技能夠干擾到衛星系統 那些系統造價多貴 又怎會裝在一些廉價的星鏈衛星上面 更何況星鏈衛星由於它的主要目的是用來通訊以及上網 這時候星鏈衛星所走的那條軌道就是非常近地球的近地軌道 而我們北斗系統大部分的衛星都運行在中地球軌道 那個距離是差十萬九千里 當然這是形容詞 試問一個這麼低軌道的衛星有何來使用到它的豁湖黑科技 來干擾一個高到這麼多的衛星 根本就不可能做得到 所以一看就知道這些是假新聞 更何況回到地球 若然好像外媒說到中國是動用到空軍以及海軍 就合在一起去干擾佩洛西的專機 但是都被佩洛西專機上面的反制系統弄到全部失靈 大家想想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都真的很好笑的 那個外國媒體說到的還要我們解放軍精英進出 例如是最強力的新型殲16D電子戰鬥機 再加上海軍的055型萬噸級驅逐艦上面動用到的一切電子系統 這些東西竟然加起來 全部都不夠佩洛西那架由客機改裝而成的行政專機上面的那些系統 還要被他反制回頭 搞得我們全部解放軍的軍備失靈 也好 打仗的時候美國不用派戰鬥機 派佩洛西的行政專機 這樣一出動的時候 我們解放軍的軍機以及軍艦就會全部失靈 不過最重要是上面要載著佩洛西 可能就是因為佩洛西花了一生就修煉了一些秘密武功 如果沒有他在上面的話 這樣美軍的那些黑科技可能用不著 所以很明顯這件事是假的 新潮民希望透過逐單逐單逐小的新聞來增進大家的軍事知識 以防大家落入這些假新聞的陷阱 最起碼我們要做得到 例如當聽到我們中國發射東風這些快遞導彈的時間 起碼大家都要認知到這些東風導彈就是對付地面 或者現在最新型能夠打到海上面的目標 例如航空母艦 但是東風導彈絕對不可以用來擊落戰鬥機或者打潛艇 所以有媒體告訴你解放軍發射東風導彈打美軍核潛艇 那這些一聽就知道又是假新聞來的 到時看到標題就立即可以在電腦右上角按個交叉 看也不需要看它裡面說些什麼 然後大家報導就是台省那邊捉了一位女的蛇毛頭不行 年齡只有34歲的她外表五官端正 在社交媒體還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 把自己的頭髮弄成粉紅色 還大寫親善的說話 大打親民牌 社交平台裡面的名句就是 心存善念不害人 用心堅持自己去做對的事情 絕對不會靠背來攻擊別人來成就自己 是我現在人生最重要要做的事情 說得這麼好聽 原來她就是把人騙過去每個月都斷批斷批地 騙台灣人過去的額頭 只是4月她都騙了超過50個台省的人去柬埔寨 根據情報她可以獲利500萬新台幣 大概100多萬港元 話說她怎麼被人抓 就是有一天她去到台省出入境大樓做事的時候 就被人抓到了 她一直以來都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她不斷地講法這些資料 講法她怎麼介紹別人去出外埠去做事 換到好的人生 就說到柬埔寨這些地方百業待興 要招聘大量的人手 因為主要就是講那裡的賭業開放 甚至要請一些IT電腦的人才 要請文書文員 要請甚至機房的工程師 因為為什麼有大量和賭業有關的機器 娛樂機器都需要用工程師 總之任何職位的人他都想通殺 想騙他過去 除了騙人過去之外 也會負責搞接送工作 安排護照簽證 甚至幫你安排病情檢測 幫你安排機票 確保你不要不去 原來騙人去都有不同的價目 越近這些犯法圓區的話 收的錢就會越多 例如如果送到泰國的話 他只能夠收到1萬至1萬6元的港元 但是如果成功騙到柬埔寨那裡 就可以收到2萬6一個人 根據台省最新的消息 由3月至7月總共有373位台省的人被騙了過去 這裡我們有補充是否真的被騙了過去呢 過去過幾星期來所報導的這些騙人陷阱 開始水落石出 內裡的鉗骨開始越來越浮面了 年齡就是介乎20至45歲 到目前為止只有40個人回來 40個人不是和之前那個YouTuber 那個網上紅人所說過的自發式的研究 數字是一樣的 即是你官方沒有做過的事情 即是說還有333個人在柬埔寨那邊等夠緩 這位34歲自己報稱的蛇蠍心腸女子 好微好貌就生沙失 名字叫張維欣 原來拘捕了她之後就證明 她連歲數都是報假的 她不是34歲她是41歲的 據知拘捕了她之後 根據她的電話裡的資料和線報 也成功即時在機場截停了五個人 總之只有一個 而在她電話裡的記錄也看到 原來張維欣也是親善的背後 原來內心非常狠毒 在電話裡跟柬埔寨那邊的犯法分子說 這個人我騙他的時候幫他搞證件 搞相機的時候他還撩我吃我的豆腐 你們過得去好好地跟我招呼他 你說多惡毒 真是黃蜂美後針 其實台省那邊尤其是新北市的警察 已經越來越重視這些案件 而除了之前可能連一些交通事故的查案 都不小心查到這些以人作買賣的犯法集團之外 也針對式來賭破了好幾個從事這些犯法行業的集團 那些疑犯也逐批來鎖定 而也憑這些撲滅的過程 可以追溯到有些人準備上機 不過這樣 依然有些人無論如何勸了他 他都依然硬著頭皮 不聽阻攔 有些人來到一意孤行要上機 甚至台省那邊的警方要聯絡泰國那邊 就說他到泰國的時候千萬不要讓他去緬甸 尤其是緬北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呢 極有可能這些人完全知道自己做的什麼 就算你說是騙人的 可能他心想是我自己騙人 我也去騙人而已 這樣而上機 大家有這個想法就證明大家有些偵探頭腦 因為事實上也是這樣 現在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 根本這班所謂的不幸人士苦主 並非真真正正的不幸人士 裡面的乾坤錯綜複雜 昨天我們報導了台灣省國民黨三位立委 雄曼佳、鄭政權和吳思懷對著媒體已經說了 政府的不作為 要他們自己來找線報 自己了解情況 他們也在公開媒體說清楚 主要搞這些犯法集團 在柬埔寨或者緬甸那裡 都是台省的人過去來做主流 在新聞媒體上 他也跟進和跟台省的人說 他們國民黨的立委成功在柬埔寨救了一個19歲的年輕人回來 根據那個年輕人的經歷就是他經常被濕 如果不跑好數 還有家人不讓他們滿意的酬金來熟悉他的時候 甚至會把非法開心藥塞在他的袋裡 然後聯同那邊收了地下錢的警方一起來冤枉他 讓他一輩子都走不了 國民黨這三位立委說怎麼救這位19歲年輕人 就是真的要東奔西走 周圍聯絡那邊的台商 甚至聯絡自己的朋友 自己的人脈都要耗盡才可以做到這樣的工作 都只能救到一人 當局是沒有做事的 台灣當局說的 然後另外一位桃園市長 這位桃園市長厲害 走出來簡直清清楚楚地說到 根據他的資料 有九成 再說一次 有九成的台省人去了柬埔寨 其實他們明知道自己去做些什麼 是做些什麼呢 明知道自己去到從事騙營的行業 而他們為了賺錢移過去的 有幾件事令他們要扮可憐 第一就是當這些事件爆出來 罵大了 官方開始賭破的時候 他們要扮受害者來搏同誠搏可憐 另一件事就是自己打算去做壞人 誰知道太蠢做不到壞人騙不到人之後 就被人塞回頭 就被他們的頭髮說他們沒有用 要家人用錢贖回他們的時候 他們又扮苦主扮受害者 大家在網上找到那些被人欺負的片段的時候 你看到那些被人嚴刑欺負的人 其實他們都是一身公仔 那哪是正經人家呢 還有一個被人欺負的過程中 驅然勾膽說自己 我隸屬那派就是拿著竹竹的 你不要欺負我 被人一巴掌都拿過去 你現在眼淘寨 人家當你無道 然後還有一些更複雜 還有一些原來早就已經起了 所以柬埔寨那邊已經駐紮到那邊 也成了基地 也成了集團 不過這些犯法集團 就是互相互鬥的 你鬥我我鬥你 有些鬥輸了的派系的時候 那些人又變成受害者 又扮受害者 這位桃園市長在這裡說 這個世界賺快錢 還有立身不良的人很多 這件事絕對不可以反映到台灣的經濟好餘不好 是純粹他們動了歪念想賺快錢 理論上這位桃園市長 你爆了這件事出來說 九成的人都知道自己做什麼的時候 可以 這個是新聞資料 幸好你爆出來 第二就是你借著這件事說 其實這件事跟台灣的經濟好不好 絕對扯不上關係 理論上也說得通 其問題就是那些人被騙過去的時候 是以為可以賺到幾千一個月 他們以為賺到二萬港元一個月 他們覺得是一個夢寐以求的收入 所以才飛過去 那你說這件事不反映台省那邊經濟不好 你只在香港說二萬港元一個月 要那個人飛過去柬埔寨或者緬甸從事騙人的行業 有多少人會賺你 而大家聽完上述的資料 我們再看看香港 香港這邊官方的數字說到 17名去了柬埔寨的香港人 12人回來 依然還有五個人是要追查的 最近有新聞說到其中一位府主 他的父親也走出來說 就說因為香港這邊的管控措施 導致他的兒子去到泰國機場 本來他已經成功離開了營地 離開了基地 但是去到機場 因為訂不到香港的隔開酒店 所以上不了泰國的飛機 然後就被人夾回去 所以就怪香港政府不作為 聽到這裡全世界一頭無水 不是那些人那麼狼 去到泰國機場夾走你的兒子 這件事根本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是一個疑點 另外很多人都說 如果你的兒子成功走出來的時候 為什麼不立刻報當地的警察 OK 你可能會說他怕當地的警察 都是跟他們蛇鼠一窩 OK 那不報了 為什麼不敲門 中國大使館 為什麼不尋求 保護 然後由你這個父親 來說香港政府 說香港警察不作為 根本這件事是說不通的 還有現在陸續的新聞資料都說到 很多人其實就是想賺快錢 覺得可以學做 一部古惑的行業 來騙人 來獻財 如果進一部新聞資料 出來證明你的兒子 是受到這些廣告誘惑的時候 那你到時還有什麼說 還有啊 就算你說去做老鄭的工作 有沒有人相信 什麼叫做 之前有個香港人也做了見證 他說他受到高薪後職的吸引 他說去到純粹做民員 但是別人開到超過4萬港元 一個月來提供他 除此之外還有包吃包住 無需工作經驗 是只差在沒有鮮明制服 是不是真的去做民員 這些廣告 另外一位去柬埔寨的不幸人士 他也是香港人 原來他的家屬求助於什麼 求助於前黃區議員 他就是尤尖王的前黃區議員余德寶 為什麼現任這麼多正常的議員你不求 你要求一個下台的前黃區議員 其實會不會是 綜合我們這麼多東西來看 就是你們這些黃人立壞了心牆 然後想過去可以從事一些騙人的勾當 以香港人的知識水平 難道你不知道柬埔寨那邊 是因為賭業的開放 令到那裡社會三害和偏門臨辣 所以你想撈錢嗎 我們新潮民就認識很多這些 誤入歧途的年輕人 他們經常說 你知道我從小到大 沒有我不行了 我是文科生 我是等著一個機會 去做一個高級的金融的古惑仔 現在柬埔寨那邊賭業臨辣 澳門那時候的興盛 自己不能去把握那個機會 現在柬埔寨那邊和緬甸百業代興 我不去把握這個機遇 我怎麼對得起自己 我們真的聽過很多這樣的說話 不過在這裡 我們要為一個被騙過去的香港人 說一些好說話 據說之前被人用情緣的陷阱 要去泰國匯他的情人 誰知道被人騙去緬甸 據說那位港人好像他的智商比一般人低一點 可能是天生的 還有他被情緣騙過去的時候 當他情有可原 不納入自己想著走歪路的範圍裡面 新聞媒體也訪問了一位很熟悉柬埔寨那邊的台灣商人 這位台灣商人就解釋了整個柬埔寨那邊的來龍去脈 也為大家分享一下 根本他講到他第一句就說 好像柬埔寨這些園區主宰這些園區 台灣的派系大謊說有十幾個 台省的人根本就是柬埔寨那邊搞這些犯法園區的路造中的始祖 他第一句就這麼說 台灣商人自己這樣說的不是我們說的 他就說到為什麼西港那邊這麼亂 其原因就是自從柬埔寨開放了賭業的時候開始 以一個低門檻的形式來想振興那個地方 當台省那邊祖自經有很多派系 在柬埔寨各個三不管的地方或者政府監管不力的地方 搞他的犯法集團 搞他的電騙集團的時候 本身已經有一班人在那裡 再加上你開放了賭業的准入 低門檻進去 然後再加上那時候 搞什麼柬埔寨地產 緬甸地產項目 三樣東西混在一起 已經是錯中複雜的那些利害關係 OK 那你也說有人開這些業 那主要是吃什麼人市場 這麼巧就是中國內地我們經濟起飛的時候 大量的中國人開始有錢 就是有我們中國內地的龐大市場 有很多人騙過去 無論是正經過去消費 被人騙過去消費 被人屈錢 非常龐大的肥豬肉 而且這些台灣派系 也慢慢帶壞了很多內地的同胞 教他們在柬埔寨做些犯法的勾當 甚至招引很多發展商來建一些爛尾樓 大家先幾年前 是不是聽到很多人經常在賣什麼柬埔寨地產項目發展 緬甸地產項目發展 其實很多人之後都很嚴重 西港那裡因為這樣而變成立立亂 社會的三害越來越擴散 大量的人在那裡為了利益做很多不擇手段的行為 西港那邊曾經的物價指數和房地產 炒至變成東南亞裡面名列前茅的消費地方 指數高的地方 但這些只是虛火 最重要是突然間一場病情就把這些東西打破了 一場病情令到所有依靠外資和旅遊業的地方 而犯法人士也利用這些東西來包裝自己 來找目標的一系列有組織行為 全部都無以為計 在嚴密的中國管控措施下 他們只能夠對這些外面的省份 即是台省那邊來動心思 對馬來西亞人甚至對越南人來動心思 來以現代科技電子的形式夾他們過來 不過就是騙騙騙騙騙騙他們來夾著他們的園區 儘量能夠拿多少也能多少 再加上就是柬埔寨那邊開始收緊暢寬的政策 就是賭業上只能夠留下大集團 大集團要長得好像澳門的規模一樣 所以令西集團無以為計 無以為計的時候就要做其他方法來生財 華人不是唯一的苦主 馬來西亞人和越南人都會被騙過去各自各自的苦主園區 話說最近8月18日被人拍到有幾十個越南人從柬埔寨一個大廈來到東濱西走逃出去 然後想跳到河道游到越南 據說這個大廈是搞網上的賭業 相信他們都是被人夾過去 用網上賭業來騙人錢 說了這麼多 到底柬埔寨那邊的官方有沒有說話呢 柬埔寨官方的官媒最近對著媒體說 好像發生這樣的事情 要抓就很困難 這位內政部的國務秘書 特別針對以別人來作買賣的委員會副主席 他的名字叫朱文英 剛好跟蔡英文的名字很相似 他就說這些犯法的團體不斷地變 他變的時候我們要變 所以要抓不是一時三刻 還有不是那麼容易追尋得到他們的足跡 雖然知道這些犯法的團體是不會站在這裡被抓的 但是這樣我們也要追 正在追著 這就是他的說法 大家聽完是什麼感覺 而大家都知道柬埔寨那邊 有很多這些犯法份子和警方那邊互通關係 如果柬埔寨那邊不作為的時候 試問我們中國可以做到什麼 所以那些家屬貴什麼在中國大使館前面 假裝什麼可憐 還要由西方的國際組織來指責中國大使館不作為 那這些西方組織整個組織的建立就是為了針對這些藝人來作買賣 甚至這些網上來騙人的陷阱 你們這些組織不做事 說我們不做事 你們自己先不做事 柬埔寨那邊就說到了 如果網上的行為 伺服器就不給柬埔寨 所以他們做不到 據知其中一個我們支持新潮民報告的案件 就是那些伺服器就在英國那裡 那英國為什麼不做事 柬埔寨的官方也進一步跟新聞媒體說 他們一時三刻其實真假難辯 因為很多人都是雙重身份 他們說雙重身份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跟台省那邊的說法不謀而合 就是說其實很多人 他自己根本就是騙人的份子之一 但是他表現不佳就被刑罰 甚至他表現不佳的時候 然後他變了虎主被刑罰 所以根本是真假難辯 很多說自己是虎主的人 他自己其實未必是虎主 而且也是錯綜複雜 根本那些犯法集團就是你鬥我我鬥你 鬥輸的那些當然是被人欺負的 那些人又說是虎主 其實根本就不是 柬埔寨官方說這些 我覺得可信性比較高 因為跟其他人說的 跟台省那邊說的 跟多方說的不謀而合 現在全世界人就想把這些新聞全部賴到中國 又說這些園區是中國人經營 又說此作用者是中國人 還想賴我們的同胞 全世界都在尋找威力進入中國 但是從多方證據已經看到 根本就不關我們中國人的事 何況我們中國人的內地同胞都是虎主之一 但是西方世界會怎麼看呢 如果中環民解放軍真的大舉 好像那些虎主的家屬說得那麼單純 因為有人在裡面 我們要救人 然後大舉一個軍人壓境 然後掃除了這些園區 以我們中環民解放軍的力量 輕而易舉就能做到 我就當柬埔寨那邊 願意配合 又讓你做這個行動 猜想外國那邊立刻怎麼說 外國那邊立刻說 中國抗軍 抗建自己的勢力 現在勢力到了緬甸和柬埔寨那裡 入侵人家 西方世界一定會立刻這麼說 日本那邊立刻這麼說 台省也會這麼說 美國那邊的國務院剛剛通過了一個評級 這個評級說到 根據美國國務院最新的人權報告裡面 尤其是以人作為買賣 這方面的報告就說 越南和泰國給了危險到二級 來給他們 柬埔寨給了三級 三級是最危險的 為什麼是2022年今天你才做這些評級出來 這些現象雖然近來香港人經常看到 其實已經有了十幾二十年了 為什麼現在才這樣說出來 就是因為想攻擊中國合作的一帶一路國家 自從東盟十國給了貓臉拜登看之後 拜登就日思夜想怎樣去報復東南亞 總之現在新聞媒體就禮宏節曲 說到 看這些地方多醜陋 多恐怖 中國在背後有份投資 有份協助他們 這樣來屈 來屈抹黑中國一帶一路 台省那邊根本就不作為 救了那四十人 是Youtuber發動自己的力量來救 但是台省的行政院 尤其是蘇貞昌那些人 居然說 我們現在定了四個方向 如何預防 如何勸阻那些人 甚至如何救援他們 然後事情還要嚴格地去審辦 這四個方向我們會不斷努力 報案的人越多 我們做的事情就會越多 蘇貞昌說的 接著他還說 透過他的行政會另一位主持 就對媒體說到 那些苦主來自很多地方 馬來西亞 泰國 美國 還有他們台省自家人 但是就不說他們中國同胞 為什麼你不提中國人都是苦主 為什麼你不提中國內地同胞都被人騙 大家看到這些蘇貞昌之流的人多麼抓紙 明明救了那四十人都不關你們的事 你們被人反過來說你們不作為 甚至想掩人的正義YouTuber的口 說他散播謠言 其實就是掩飾自己的不作為 現在就走出來厚著臉皮 全靠警民合作 常下一心 台灣人互相送戀 所以才救了這四十人 簡直就是荒謬 趁機還在抓關係 就說 台省和柬埔寨那邊沒有幫交 我們細菇力藥 需要國際組織幫忙 他當然就是想說美國的非謀利組織 非政府組織 但是那些組織根本就不作為 自己不作為 就賴中國不作為 還有 為什麼這位蘇貞昌提到 虎主裡面包括美國人 我告訴大家為什麼 根本柬埔寨那邊和緬甸那邊 就有大量的女生細菇或者男生細菇 就拿來做買賣 會玩這些東西的人 甚少極少 是我們 華人甚至亞洲的自己人 根本就是很多 噁心鬼佬 就去緬甸和柬埔寨那邊 來玩這些細菇 泰國那裡大家都看到 到處又老又肥又醜的白鬼 就會拖著細菇在那邊走 還很開心 很得意的樣子 在別人的國家 現在病情煎熬得 飯都沒得吃的時候 你一個白鬼去到 不屈你屈誰 你美國苦主要是被人夾的 還玩一些噁心的東西 基本上 我們統稱它 叫做白三角地方 柬埔寨、緬甸 弄成這樣 完全是在西方世界造成的 我們中國 中國真的協助別人 去建立他的國家 根據那個台灣商人 也很熟悉柬埔寨 那個人兄也說 最主要亂的都是西方 因為開放那些社會三害的行業 其實柬埔寨其他地方 都開始發展 如果一個國家 有了經濟、有了民生 有了社會基建 甚至有了教育 我們中國幫很多其他國家 伊朗、阿富汗 都建成萬間學校 這樣才可以真真正正跟著別人的社會問題 但是第一件事 這些不是一晚就可以變天的 要很多年時間來建立 另一件事 中國幫你 不是包生仔 也要你們自己的國民勤奮 你自己肯做事才行 還有你們當地政府要配合 好像柬埔寨這些 又不配合中國警方 中國公安這邊 又或者解放軍的行動 來幫你 掃除這些犯法團體 你們自己冷冷閒 怎麼幫你 如果中國官方私家壓力 柬埔寨或者緬甸 去掃這些犯法原區 來救人的時候 外國新聞就即時說 中國 壓迫 東盟國家 擴張影響力 即時就會這樣進來 現在全世界都行住 全世界都找位進入中國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小總結 事情就沒那麼簡單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 就是大量的做這些都是台省人來欺負自己的台省人 此作用者是台省人 另外一件事 就是很多東西 利益關係錯綜複雜 人究竟是苦主還是他自己的賊 大家都不知道 政治方面 這麼多年都發生的情況 為什麼最近才有大事件報導 就是想入中國訴 就是想抹黑一帶一路 世間的事情就沒那麼複雜 最重要是聽著我們新潮民 世間的事情就沒那麼簡單 最重要就是 我們希望 發揮新潮民頻道為大家說出真相 大家也希望 將你聽到的廣傳開去 只要多一分正常的聲音 社會就會多一分正能量 再之後我們就講一下 35家初選案 當中47名的被告 就有29名是認了罪 也有18名是表明不認罪的 我們首先講一下認罪名單裡面的人士 屁頭第一個和第二個 已經是主要攪手 在認罪名單 第1、2名一定就是 這個初選案的發起人 戴耀廷 以及主要攪手之一的歐樂憲 然後在名單裡面我們也看到 大壯黨的成員裡面 也有這個巫婆 楊岳喬 郭家麒 還有接下來飛不出赤柱的 飛機師譚文豪 也都是不少得友 民主黨的胡志偉 不過最驚奇的 就是連一些 我們沒想過他會認罪 本來覺得他們的態度會很頑固的人士 就例如譚德智 黃之鋒 或者是朱凱迪 這一類人士 而18個不認罪的人士方面 比較出名 以及在搞事界的地位 比較重的 就是梁國雄 還有六尺四 其次還有一些 2019年的時候 才在黃人界別 打響明堂的少壯派 就好像說到 何桂南 林景南 而這一班認罪的人士 在罪述案件當中 其實也提出了很多的證據 證明到他們搞的35家初選案 的而且確 就是想攬炒整個香港 而他們當初搞這個初選案的目的 想攬炒我們香港 停頓我們的議會 企圖反起國家政權 來達到他們想推翻我們香港政府的目的 我們看到認罪的人數 如果有29名而不認罪只有18名 那麼接下來政底不認罪的18名 有沒有可能是打得掉這條罪呢 應該就打不掉了 因為這單初選案裡面 最重要的 因為這單初選案裡面 最重要的人士 他們都已經是認罪了 連搞手都說自己是有份犯罪的 那你又怎麼說得通 自己是沒有參與這個犯罪呢 又或者是說到 你參與這個活動 不是一個犯罪的活動呢 好像黃之鋒 沈澳輝 沈子傑 徐子健 這一類比較年輕的少壯派 相信他們也不會有盤算過的 根據我們香港的法例 通常認罪就會減免三分之一的刑期 當中再扣減一些假期 可能到最後出來 他要服役的刑期 只是法庭判決的一半時間左右 但若然不認罪的話 除了那單官司也不知道要拖到什麼時候 最重要 是沒有了求情的理由 去減免刑期 而國安法 最高的刑罰 是可以去到終身監禁的 就算不是終身監禁也好 好像港區國安法的第一單案 唐英傑案 經過裁決之後 唐英傑也要服役 九役 經過判決之後 唐英傑也是判監九年 如果認罪的那班 當然他們的刑期 相信不會比這九年短的 尤其是戴妖和歐樂憲 他們作為主要的搞手 搞了這單初選案出來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們謀劃的事情 對這個社會的影響 絕對是大過唐英傑 可能三四倍都不止 所以身為主要搞手的戴耀廷 分分鐘 他的刑期判出來的時候 是可以長達幾十年 雖然未必會判他一個終身監禁 因為他現在是認罪 但是有可能 戴耀廷的餘身 都會在赤柱那裡渡過 他的下場 不會比阿弗魯利好得很多 但是不認罪的那一班 好像何桂南 林景南 余慧明 他們以為自己刑期會短嗎 當時初選案的時候 我們還記憶猶新 那個所謂的立場姐姐何桂南 還經常走到街頭 來宣揚他們的初選案 希望爭取到市民的支持 他這麼努力地在街頭宣揚 再加上 經過一些媒體的廣泛報導 對於這個初選案當中 是起了非常大的感染力 所以你說他的刑期會不會低 絕對沒有可能低 其實我們不是介意 你們這班人的刑期是長與短 因為我們都知道你們的刑期 是沒有可能短的 而當然 你們的刑期判得越長 我們作為香港市民 就更加開心 但是你不認罪的這個行為 往後就會繼續浪費 我們香港的法庭資源 明明這條確實的罪名 就有證有據擺在這裏 連主要的搞手 在國安法面前 都不能去砌詞搞變 所以這18個表明不認罪的人 是非常之頑固 既然你們要選擇不認罪 來繼續浪費我們香港政府的時間 浪費我們法庭的時間 希望將來這18個不認罪的人 對於他們的刑期 可以起到一個非常有效的阻嚇性作用 就給了那些 想反起國家政權的人士 可以看得到 做漢奸的下場 就說要附上自己一生的青春 而另外這班人士他們所犯的罪名 除了是反起國家政權 也因為他們是串謀境外的勢力 但是說到串謀境外的勢力 除了我們香港的這班初選案 47個被告之外 有些人士已經逃離了去海外 但是 我們暫車放下我們香港不看 看過去對岸 台灣省方面 之前就出了一系列的台獨頑固份子名單 這次這單初選案 正正就是一個版 給到那些頑固的台獨份子可以看得到 如果這次這47個人 他們犯了我們港區國安法 而他們的下場是不慘烈的話 那還怎樣可以警戒到 對岸的那班台獨頑固份子 將來如果台灣省是統一的話 他們要負上的代價 是絕對不能 低得過這次初選案裏面的嫌疑犯 而且這次認罪的29人裏面 他們在案件裏面 都是穿了非常多的案情出來 除了可以加深了 對案件的聆訊之外 亦都是對那些 惡意抹黑我們港區國安法的 立心不良媒體來說 是蓋了他們一巴掌 因為他們經常都抹黑 我們港區的國安法 就是一條惡法 經常說到我們港區國安法 就是針對他們的所謂 民主人士 但是這次這29個認罪的被告 他們對這案情不是這樣看法 他們認罪之餘 還供出了自己 在這案件裏面 扮演什麼角色 他們立心不良的地方 又在哪裡 接下來這29名的被告 由於他們承認了控罪 將會交到高院去判刑 我們就拭目以待 看到時戴妖和黃之鋒 將這些還劣的和港份子 到最後他們的下場 究竟是怎樣 最近政府的統計署 就發佈了 2022年香港人口中期的報告 裡面就顯示到 目前香港的總人口 一共就有729萬人 比於2021年 中期報告 741萬人 減少了足足12萬人 下跌1.6% 其中因為工作 讀書 又或者移民 已經離開了香港的人 一共就有11萬人 報告出來之後 就有很多報章雜誌 將人口減少的原因 歸咎於香港實行了國安法 以及我們被外國社會 較為嚴謹的防病管控 而導致人才的流失 而就著他們第一點 說到香港 推出國安法之後 令人口減少 其實在同一時間 一份由外國機構 製作出來的民意調查 裡面就顯示到 香港人對港府 又或者中央政府的 滿意度 在港區國安法推出之後 它的滿意度 是創了有紀錄以來的新高 分別是上升了 百分之十七 退到28% 但是主流媒體 會引導我們思考的方向 當然就沒有報導給我們聽 至於 究竟是什麼 真正的原因 令香港人口 不斷地 持續下跌呢 看回統計署的報告 裡面就說到 截至今年的6月 出生人數 一共就有 3萬5千人 而統計的 離去率 就一共有6萬2千人 這個是有紀錄以來 最大的負增長 其中 離去率增加原因 是因為 由於病情的關係 由原本 每年平均 4萬多人離去 大幅增加到 近這兩年 平均每年 5至6萬的水平 而另一個 更加嚴重的問題就是 出生率 由以往的2012年 每年有9萬多個 嬰兒出生 直線下 2倍有多 去到10年後的今天 每年只得 3萬個嬰兒出生 而這個才是 香港近年 人口減少的主要原因 人口老化 生育率低 都是所有發展的國家 又或者城市 現時所面對的問題 就好像英國 加拿大 澳洲 同樣都是面對 一樣的問題 因此 近這幾年 他們就不斷放寬他們的移民政策 不再好像以前那樣 需要高門檻的審批 包括學歷 工作證明 又或者 資產的要求 現在都不需要了 所以這幫西方國家 推出的所謂 救生艇計劃 並不是因為 他們特別喜歡我們香港人 這些救生艇 救的 根本就是他們自己 本土的經濟 和勞動的人口 眾所周知 人口減少 對社會 或者經濟 並不是一件好事 好像在內地 近年 都是面對著 人口下跌 兼且 出了一系列的政策 去解決這個問題 包括就有 開放三孩政策 以及 由教育著手 退出 教育傷減 去針對 學同過多的功課 又或者 過多的補習 減輕家長和學生 在精神上 和經濟上的負擔 從而增加 人民生育的意願 反過來看 我們香港 除了推出了 十四個星期產假之外 我就看不到 有其他 推動人口的政策 十四個星期產假 看上去就好似很多 但是開港也有說 沒有對比 就沒有傷害 一拍過來看 內地 有不少省份 都已經有 二十一個星期產假 在這一方面 我們香港 依然是十分之落後 而除了 推動人口政策 落後之外 香港的生活成本 以及質素 都是出生率 每年下降的主要因素 翻查 統計署的資料 我們就可以看到 現時 居住在 四百尺以上 單位的小朋友 比起居住在四百尺樓下的單位小朋友 比例竟然是四比一 這不是說 香港的小朋友 他們家都是很有錢 而是證明了 坊間一直說 在香港的窮人 不要學人生孩子之外 現在 還要多加一句 就是連住得小 都不要學人生孩子 而要在短期之內 改善 人口下跌的問題 最直接的方法 當然就是 吸引其他地方的人 移民來到我們香港 那就是因為 我們香港 近一年的防病政策 讓其他西方國家 可以自由出入 來得嚴謹 而失去海外人才的輸入呢 答案可以說是 但又不是 事實的全部 過去以年紀的防病政策 確實影響了 一些由外國想移民來到香港的人士 不過 其實過去這十年 由其他國家移居到我們香港 份額就是佔少數 真正移居到香港的新動力 其實是來自於單程性的人士 不過 這個數字 由十年前的2012年 每年有五萬多人次 由內地移居到我們香港 去到今時今日 2022年 每年只剩下二萬人不到 由內地移居到香港 當中 其實下跌的原因 是很簡單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感受到 就是因為 內地的經濟 近十年 快速發展 生活環境和工作都有所提升 此消彼長之下 嫁到來香港的跨境婚姻 就越來越少 相反 嫁回到內地的就越來越多 而即使是跨境婚姻 因為內地生活的質素 和我們香港有個之而無不及 所以就算結婚 都未必會選擇來我們香港定居 我自己認識的朋友 就有幾個這樣的例子 如果香港想改善 今後人口的下跌 不想情況再惡化下去 就必須由 生育的政策 教育 就業的機會 以及居住的環境 去著手改變 要營造一個 可以安居落業的環境 才可以提升香港人 3B的意欲 以及吸引內地 又或者海外家庭 移居到我們香港 落地生根 至於人口的下跌 是不是因為國安法 又或者防病的措施 相信大家 聽完我 解釋 香港人口下跌的主要因素之後 大家心裡應該都有了答案 所以我們千萬不能中 那些有心亂帶風向的傳媒 就算是 真的好像他們說 是國安法 導致了 某些香港人想移民 那你就可以跟他說 好像九十年代 當年也是 香港其中一個移民潮 有些朋友 因為擔心 當時的中央政府 將會接管香港 從而感到迷惘 所以選擇 離開香港 但是最後是怎樣 十年過後 去到2000年代 香港的人口 反而有增無減 而且 有很多移民的朋友 都選擇回流回來 一切時間都可以證明 而我在這裡希望 今屆政府 可以著手解決 而我在這裡 希望今屆政府 可以著手解決 人口的問題 令到香港 可以再一次成為 大家安居樂業的地方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結束之前請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拜拜